最后我们谈谈MC的第十二题至第十六题 其实都是一些很典型的DSE 经常会出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第十二题就是讲Gravitation 的课 就是Book 2 里面最后的课 他告诉你 在地球来说 A certain position is G, and this position is R from the earth 他的Gravitation Field Strength就是 G 我举一个例子,例如这个地球 就是这个R 在这一点,那个Gravitation Field Strength就是 G 如果这个是Earth 接着他说Suppose there is another position Due to the earth 是 0.5G 如果某一个地方是0.5G 0.5G的时候 距离是多少呢? 距离是多少? in terms of R 这样 所以我们就要用那条式 G等于 K其实是什么呢? K其实就不需要那么复杂 就是G 成为Mast of the earth 我们用Constant去再代入 因为它是一个不变的 因为Mast of the earth不变 所以K也是不变的 所以0.5G 就等于K1 over R' 因为我当了这个 整个 这个 由地球的中心到这边 是R' 这样 接着就R' square 好,接着呢 我们设置了两条式之后 一式除二式 接着就把数据 好了,第十三条 就是 这一部分 好了,这一部分 就是 它告诉你 就是Horizontal Distance of X & Y 是6cm 那就是说 由这里到这里 是6cm 那你留意 其实 X和Y 打横的距离 其实刚刚好是半个Lambda 知道吗? 所以2分1Lambda 是6cm 所以Lambda就是12cm OK 好了 接着呢 它就用V等于F Lambda 就计算Fequency 就是2Hz 这样 OK 好,有一样东西要提一提 因为 这个Speed 今次用Cm per second 所以 Lambda 都可以用Cm 因为2cm弱了 这样 但是如果 其中一个是meter 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Cm 的话 你就要把Cm 和meter 用回同一个单位去做 如果不是 就计算错了 好 第十四题 第十四题 你要很 care 这个题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类题目 将来 你读Elective 的时候 都会用到的 其实它说 有一个ultrasound scanner 其实这个就是ultrasound scanner OK 它就会transmit t transmit signal 过去steel rock 接着呢 就回到 这样 一来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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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距离就是D 距离就是D 所以呢 一来一回就是2个D OK 好了 那它一来一回的时间是多少呢? 就用回这个图去看 行不行 OK 那我时间呢 就是由这里开始 由这里开始 到这里 这里 所以呢 这里的时间呢 就是T的来回时间 那这个时间 怎么计算呢? 就是你就可以计算 每一格是50个μs 这个是μs 那就是50 乘10的-6 然后乘4 OK 对了 那你计算出来呢 就会是2乘20的-4s 这样 2乘20的-4s 这样 好了 那你计算出来呢 那D 就会是0.6m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个steel rock 它那个 那个floor and the receiver 对了 就是那个floor 其实好像是一些 裂痕 就是我们要查一下 究竟 一路一路去的时候 那支steel 是不是有些地方有裂痕 它撞到裂痕之后 就回来了 这样 OK 那这个就 这个就是题外话 那我们大致上是这样计算 这条 好 好了 然后呢 第15条 第15条 其实我考虑什么呢 考虑你的E Field of Parallel Plane 对了 对了 因为它都告诉你 其实够均匀 你还是够均匀 对吧 好了 那其实你就当了够均匀 你可以拿它带静的 下面又带褲的 这样 有些Field 有些Electric Field 就这样下去了 OK 好了 接着它就问一个问题 究竟 What is the magnitude of electric force still on the raindrop 好了 那这个计法呢 就是 Force 等于Q乘E 对吧 Q乘E 即是说 如果有一个 有个Charge 对了 那这个Charge 那这个Charge 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Q Q Q 就是4乘10-12 Q 对吧 好了 那这个Charge 受的力是多少呢 就是 对了 将Charge 成了Electric Field 那这个Electric Field 就是将Voltage Voltage 对了 除那个separation 另一件事要留意 就是这个Mega M的意思呢 是乘以10的6次方 正6的次方 OK 好了 而KM呢 其实是等于1000米 所以呢 你要把它转回单位 那你就会做到答案出来的了 好 那而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呢 就是Lentennial Wave 就是 什么时候是Antiphase呢 就是当它的距离呢 是N加二分一Lambda 对了 即是你可以 N可以是0 1 2 3 4 这样的 总之相差呢 半个 或者1 1.5个 或者2.5个Lambda 就全部都是Antiphase 那Antiphase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即是说 假设 Y是向右走的时候 V就会向左走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走 那就是Antiphase 好了 In Phase 譬如哪些是In Phase 就是相差 一个Lambda 就是In Phase 譬如Y和S 就是In Phase 那所以呢 Y怎么走呢 S都会怎么走的 行不行 Y和S是In Phase Y和V呢 是Antiphase 行不行 好 而Y和P呢 Y和P呢 你看看 Y和P呢 它相差是 一又二分一Lambda 如果你看看 因为这样是一个Lambda 然后这里是半个Lambda 所以1 所以Y和P呢 又是Antiphase 行不行 好 那哪一个Pair 是Antiphase 那其实Y和P 是 OK 那答案就是 只有V和Y 那就是VY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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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